新款手游《盟戰大亂鬥》 還沒上線 光是預告曝光 就先引發話題 遊戲角色卡一公布 令玩家驚豔 四大陣營根本是以 台灣政治人物為雛形 蔡英文 馬英九 柯文哲 就連時代力量黃國昌 也在上頭 現實中選戰打得火熱的 新北市長參選人 蘇貞昌化身火球蘇 侯友以角色名稱 神捕猴 真人對照遊戲角色 逼真度高達 反映日久失 這位侯友以啊 因為他的那個 咪咪眼的神情 那個特色都很明顯 一看就知道是他啊 其實我們遊戲本來 他玩的就是這個 四大四立的一個陣營的對抗 跟現在台灣的選舉文化 其實是不謀而合的 那我們初步收納 大概有超過30多個政壇的 一些知名人物 把它轉化成 遊戲當中的一些素材 讓玩家真的能夠在遊戲當中 蒐集到這樣形形色色的 各種政壇人物的一些卡牌 年齡選戰進入百日倒數 手游搭上選舉話題 政治人物在遊戲世界中爭霸 誰輸誰贏 掌握在玩家手中 選舉融入遊戲更親民 三類新聞 許少舟 廖晶瑩 台北報導 抵抗 詞文章 廖晶瑩